两个男人在拉扯中镜脱起了衣服 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人雅看到 两人看到人雅的突然出现 急忙停了下来 人雅以为两人是gay 据代表慌忙摆手让他不要误会 还没等他上前解释 就被人雅当面训斥了一顿 说他可是郑浩的爱人呀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据代表听后连忙捂住了他的嘴 并把他拉到了郑浩的办公室 郑浩见状问其原因 据代表只好解释人雅误会了他和泰勋之间的关系 原来人雅得知郑浩是背后 据代表一直很配合郑浩的取向问题 郑浩再也不想隐瞒了 急忙将据代表推出门外 并向人雅坦白一切 这次坦白的机会又被据代表打乱 郑浩气愤地再次将他推了出去 人雅觉得很好笑 差点忘记今天来的目的 他告诉郑浩崔馆长 已经把美术馆参赛的事顺利解决了 并让郑浩过去一趟 郑浩来到崔馆长的办公室 向他为自己争取参赛资格表示感谢 崔馆长一听这下有戏了 放下水杯就向郑浩表白 郑浩听后瞬间愣住了 原来之前在饭店时 人雅说出郑浩的取向问题 结果被在场的崔馆长听到 所以当崔馆长看到郑浩的第一眼 他就心动了 这可把郑浩整蒙圈了 他愁容满面地走出办公室 正想着要如何解释 这时遇到迎面走来的昌烈 他打听到崔馆长是杯的事 于是故意大声斥责郑浩 为了能得到美术馆的参赛资格 没想到你是个利用崔馆长的卑鄙小人 你这是在搞什么飞机 难道你们两个要在这里交往吗 郑浩一抬头就看到不远处的崔馆长 看到他满脸忧伤的气盘 再加上昌烈灵魂般的拷问 最终他只好违心地承认了 这句话刚好也被一旁的任雅听到 昌烈嘲讽他原来不是个小伙子 你父亲全下有知的话该有多痛苦 看到郑浩一直默不作声 任雅再也看不下去了 上去就要袒护郑浩 可他越是这样做 更把郑浩的取向问题坐实了 郑浩气愤地让他不要再说了 随后便转身离开了 昌烈质问任雅到底和他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跟那个肮脏的男人在一起 难道你在和这个段被男谈恋爱吗 不料遭到任雅甩来的一记耳光 这让昌烈很是震惊 就算曾经自己背叛任雅 选择和他闺蜜结婚 他也是个没有打过自己一巴掌的女人 任雅听后握紧了拳头 他确实改变了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郑浩 当晚任雅一直坐等郑浩的到来 郑浩也想借此机会更正自己的取向问题 还没等他说完 任雅便起身就要去睡觉 这让郑浩头痛不已 从没见过这样无耻的渣男 抛弃恋爱两年的女友 竟选择和女友的闺蜜结婚 他被闺蜜抛弃后 又厚着脸皮祈求任雅和他复合 可任雅再也不想见到他 当昌烈的父亲打听到任雅正是朴教授的女儿时 气愤地转身就给他儿子一脚 臭骂他竟然把最知名建筑师的女儿甩掉 非要和他的闺蜜结婚 这可把他的老爹气得要吐血 为了儿子的虔诚 当晚韩会长就找到了任雅 并替儿子对他造成的伤害做出道歉 还声称自己真是有眼无珠 任雅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韩会长急忙表示 如果早知道任雅是朴教授的人 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像我们这些搞建筑的企业 能和建筑界的传奇人物结为亲家 这无异于在人的身上插上一双翅膀 回去后任雅简直要疯了 没想到昌烈这家伙到最后还让他如此难看 这时英善匆忙跑了过来 并告诉任雅出大事了 原来任雅制作的椅子发布到网上后 全部都卖完了 任雅感到一阵惊讶 买走椅子的人竟然是昌烈那个疯子 任雅气得立马要晕过去 第二天任雅就约见了昌烈 这让他既惊讶又惊喜 任雅问他为什么要买走卖不出去的椅子 昌烈连忙解释对于你来说是宝贵的东西 我也想好好珍惜 所以才会那样做 对于善良的你 我也努力了不少 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任雅沉思片刻之后说道 原来这是任雅筹划的计谋 他的目的就是要复仇 他要让那些曾经看扁自己的人 得到应有的惩罚 并恳求正好为他筹谋划策 为此他还向天发誓 一定要让昌烈那家伙死得很难看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镜子前练习自信 我是超级大美女 接下来又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 正好将他带到了电影院 就是在模拟约会时 不要一点主张都没有 比起那些乖乖听话的女人 男人更会在有主动的女人面前感到紧张 就在这时 两人一转身 竟看到正好的前女友恩秀出现在他们面前 场面顿时有些尴尬 恩秀看到他身边的人雅 并问正好是不是你的女朋友 恩秀听后立马笑出了声 就这样三个人坐到了一起 恩秀瞟了一眼身边的人雅 说他真羡慕正好还可以和女朋友一起来看电影 人雅看了一眼正好后 于是岔开了话题 并向恩秀打听正好上大学时是不是很挑剔 恩秀说他要不是靠他那长相 早被人排斥得远远的 人雅笑着表示赞同 恩秀很好奇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人雅听后笑出了声 然后表示这个有点复杂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这家伙竟然摸我的屁股 正好急忙用饮料堵住了他的嘴 恩秀瞬间不淡定了 你们两人的见面方式真够奇葩的 恩秀意识到两人的感情不一般 自己再也没有机会 只好时序地起身离开 当晚两人坐在星空下 正好向仁雅说了一句 瞬间让仁雅感到惊讶 当听到天天都会因你而笑时 仁雅更加激动了 原来这是正好对他的测试 人一旦爬到高处 就会变得思维恍惚 所以才会有表白的勇气 以后有男友向你求婚的话 就带他来这种地方 仁雅听后白激动了一场 第二天仁雅来到仓库挑选木材时 由于工人的操作失误 不料碰翻的木材砸到了仁雅的身上 正好得知情况后急忙赶到了医院 静看到昌烈正在照顾着仁雅 瞬间让他愣在了原地 从没见过如此恶毒的心惊女 抢了闺蜜的男友之后 他又盯上了闺蜜现在的新欢 为了拉近两人的关系 严夕哭着谎称家里竟小偷了 自己能联系的人只有正好 现在他非常害怕 可挂了电话之后表情异常冷静 还亲手将家里的百件打碎 满屋子被他弄得一片狼藉 当正好看到这番场景 竟然信以为真 正好见状安慰了他两句 严夕却一头扎进了他的怀里 假装很害怕的样子 等到正好将家里的东西整理好之后 他便提出离开 可严夕却想让他留下来 不然自己一个人很害怕 无奈之下正好只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这时严夕拿来毛毯给他盖上 并让他去客房休息 正好起身表示天快要亮了 说完便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一大早 任雅就推开正好的房间 竟发现他一夜未归 心里非常失落 于是他急忙来到正好的办公室 任雅知道他是个爱干净的人 并为他带来了衣服和袜子 正好非但没有感谢 反而斥责他乱翻自己的东西 任雅表示大家都是朋友 干嘛不好意思 随后正好过来找崔馆长 正好遇到了严夕 他问正好昨晚在我家是不是没有睡好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 这一幕正好被一旁的任雅偷听到 他不敢相信这一切 就在他心情低落地回去时 突然一束鲜花出现在他的面前 昌烈恳求任雅给他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任雅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 不料这一幕刚好被正好和严夕看到 严夕走过去恭喜任雅 自己一退出 你就实现了梦想般的场面 希望你们度过美好的时光 为了不妨爱两人 他和正好离开了现场 正好将他送回家 刚要准备离开 严夕竟然上前亲吻了上去 正好一把将他推开 气愤地质问他这是在干嘛 原来严夕是想要闯入他的生活 虽然他失败过一次 但想通的失误绝不会出现第二次 正好说他找错人了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严夕提醒他自己想要的东西 无论如何都会弄到手 当晚昌烈将任雅送回了家 任雅还是不想给他任何机会 送他的花也留在了车上 正好回到住处 还没等任雅开口 他就祝贺任雅成功收到男人的花 并让他好好晾干永久保存吧 因为他看出任雅收到花时的表情很不一般 任雅却表示 如果你说游戏结束 我会马上结束掉 正好认为这是任雅的问题 要不要结束由他来选择 任雅看到正好误解自己 内心很是伤心 而不死心的严夕又打来了电话 正在气头上的正好直接选择关机 没想到他竟然打通了任雅的电话 并让任雅将电话交给正好 正好接过电话没说上两句就挂断了 出来后就斥责他没有一点眼力尽 难道看不出来我不想接那个电话吗 这下可把任雅激怒了 他当场说出了正好在严夕家过夜的事 正好见状只好说出了事情 任雅得知误会了正好 立马放低了姿态 但他还是觉得心里堵得慌 原来他害怕正好也会被严夕抢走 正好向他保证绝不会发生那样的事 这时昌烈打来电话 正好听到后气愤的离开 当晚两人一直想着彼此 始终没有说出内心的想法 这个女人留着八字胡得意的笑 竟然化妆成假小子陪男人约会了 原来他误认为正好是断背男 为了逗他开心 任雅打算做他一天的男朋友 于是两人像情侣一样拍起了大头照 出来后正好说他像个疯女人 但正雅却不以为然 你看我的臂力是不是很像男人 这可是用机器练出来的力量 不信的话让你尝尝拳头的力量 随后两人又玩起了游戏 悬然不顾别人的眼光 这对小情侣都看不下去了 长这么好的男人竟和这个疯女人在一起 真是可惜了 任雅的这副样子像极了卓别林那般搞笑 为了公平起见 此刻的他多想成为一个男人 希望他看到自己而心动不已 可他并不知道正好根本就不喜欢男人 回去的路上 任雅又假装成男人想要和他喝一杯 然后敞开胸怀的聊一聊 正好说他是不是做男人上瘾了 趁他不注意迅速扯掉了他的胡须 变回女人的任雅又说起 自己下辈子投胎成男人 希望正好下辈子还要保持这个样子 那样的话我们到时候就见上一面吧 正好看了一脸身边的人雅说道 任雅瞬间被他的话感动到 两人开车来到家门口 就看到昌烈和颜西站在那里 昌烈看到两人走到了一起 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拳 并质问正好为什么会住在这里 还让他快点搬出去 正好并不想和他废话 就在他转身离开时 不料昌烈冲上去还想动手 却被正好反手一拳打倒在地 当他看到任雅这么担心昌烈的伤情 正好的心瞬间凉了一大半 回去后正好就问起任雅 如果我说游戏结束 你真的能甩掉昌烈吗 任雅犹豫片刻后表示能做到 但你也要遵守曾经的约定 正好也向他说明自己知道该怎么做 这天两人又被英善拉出去当模特 可是在回家的途中 两人牵手的这一幕刚好 被正好的母亲看到 母亲当场气的晕了过去 惠美看到母亲气成这样 立马说出自己才是正好的未婚妻 任雅听后急忙将正好拉到一边 并让他说出实话吧 不然惠美看着多可怜 虽然你的母亲会深受打击 但应该会理解你的 不料两人的谈话全被偷听到 母亲无法接受这一切 差点再次晕倒 正好为了自证清白 必把将任雅拉到身边 此话一出 再次把惠美和母亲震惊到 并让任雅向母亲问候 地旁的惠美气的转身离开 正好将母亲送回去后 任雅看到她一脸的愁容 也说出了心里话 如果还是没有勇气 向母亲说出实情的话 任雅愿意和她结婚 以此来当正好的挡箭牌 让她不必看周围人的视线 那样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正好气愤地起身告诉她 要和自己爱的人结婚才行 不希望看到任雅不考虑自己 而去成全别人 这就是她整天被人骗的愚蠢想法 任雅这样做 就是不想失去正好这个最好的朋友 所以为了正好 她可以做任何事 正好不想看到委屈自己的人雅 只好说出以后不要再做朋友了 自己实在太累了 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看到正好的离开 任雅无法接受这一切 第二天燕西找到正好 希望她能陪自己去看音乐会 正好本不想答应 当听到任雅现在 好像也想回到昌烈的身边时 这让她犹豫了 接着两人出现在音乐会现场 故意将手放在正好的手上 这一切都被一旁的任雅看得清清楚楚 她实在忍受不了了 起身便离开了现场 昌烈也追了出来 任雅也不想再隐瞒 自己这样做就是为了报复你 就像当初你抛弃我一样 可现在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原来任雅的心早有了归属 正好听到后大不留心地走到她的面前 必把拉过任雅说道 随后便亲吻了上去 夜晚一声惊雷过后 一个女人突然闯进男人的房间 她胆战心惊地表示今晚要在这里睡 这是一道闪电划过 任雅吓得直哆嗦 正好拿她没办法 只好答应了下来 当晚两人就这样躺在床上 正好看到熟睡的人雅 她情不自禁地亲了下额头 但她并不知道任雅是借着雷声 踩鼓足勇气跑到这里 而正好却以信任来守护着她 完全不明白任雅的告白 第二天任雅醒来后一阵惊慌 缓过神来后又觉得倍感温暖 正好却打电话让她照下镜子 是不是有流口水的痕迹 这天正好来到地下室 本想将这里改造一下 却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东西 打开后发现是一张图纸 她将图纸带到了公司 进意外发现圆筒里还有东西 她拿出里面的设计图 原来这正是任雅父亲设计相顾斋的手稿 这让正好顿感震惊 虽然这份手稿 对她参加艺术馆的项目有很大的帮助 但正好还是将其收了起来 下班后正好就让工人将天窗换了玻璃 而且她还把地下室重新收拾了一遍 为了就是给任雅一份惊喜 任雅得知后高兴地表示要回家看看 竟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原来正好跑出去换了一个新的相框 路上又接到据代表的电话 她询问正好的设计图纸放在哪里 正好如实相告 但据代表还是拿错了竞标图纸 在家里等待的人雅 意外看到地毯下面换了新的玻璃 瞬间让她回想到小时候坐在上面的情景 她一边乱耍一边看着下面工作的妈妈 她来到地下室 似乎又听到让她恐惧的声音 她吓得慌忙跑了出去 原来在人雅小的时候 她透过玻璃看到妈妈正在悄悄打打 于是她也拿来玩具模仿起来 不料竟发生了悲剧 母亲为了救她不幸去世 这时从国外回来的父亲 看到任雅哭泣的样子很是疑惑 任雅终于明白为何父亲这么恨她 原来是她杀死了自己的妈妈 就在她情绪极度失控时 正好突然赶了回来 她从任雅的口中得知了一切 父亲急忙上前安慰 竟意外发现正好拿来的相框 父亲看到后很是震惊 她立马意识到正好去了地下室 并气愤地将正好赶了出去 另一边据代表找到了崔会长 并将正好的设计图纸拿了出来 希望崔馆长给指正一番 回去后正好就发现她拿错了设计图纸 于是急忙赶了过去 有心想要帮助正好的崔会长 便将设计图拿给朴教授看看 当她看到里面的设计方案 顿时震惊了 这明明就是自己30年前设计的手稿 这时正好也赶了过来 朴教授气愤地将手稿甩在她的身上 她怀疑正好之所以住在她家里 并且骗取任雅的芳心 就是为了偷取这个设计方案 正好真是白口摸辩 但她对任雅的心没有丝毫虚假 显然这样的话根本没人相信 任雅对她也是伤透了心 当晚她就喝个大醉 英善只好叫来了正好 想要给两人解释的机会 看到任雅伶仃大醉的样子 正好强行将她背了起来 回到家正好撞见了父亲 任雅吓得酒醒了一大半 父亲对着任雅就是一顿训斥 正好见状急忙表示错的是自己 任雅又没有错 她只是犯了信任我 并且爱上我的罪 任雅为了得到你的认可 她不断努力地生活 她把妈妈的死怪罪在自己头上 每天像个罪人一样 而你却把负罪感 转移到任雅的头上 父亲气愤地打了正好一巴掌 并让她离开这里 正好认为相顾斋是个失败的作品 那是你妻子和女儿 能拥有梦想的小世界 如今在这里失去了妻子 而且你的女儿也受到了伤害 真正让你失败的原因 出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自己的伤痛 而放任女儿不管不问 所以才使她浑身是伤 朴教授顿时哑口无言 第二天正好便递交了 艺术馆的设计方案 一直相信她的崔馆长 希望朴教授不要对正好的方案 带有偏见 虽然她有自己的设计图 但她一句辩解也没有多说 最终正好的设计 并没有模仿相顾斋 而是按照参天大树的设计理念 拥有许多闪耀光线的窗户结构 可以一边玩乐一边欣赏艺术 最后通过朴教授的评审 正好设计的作品最终打败了昌烈 成功赢得了竞标 朴教授也因误会正好而重新接纳了她 并让她好好照顾自己的女儿 故事的最后 正好和任雅终于走到了一起 他们将在相互斋展开心的婚姻生活